嘴破吞维生素B,C快快好!药师,平常多吃苹果,巴勒有助预防。 嘴破搞不定,痛起来真要命。一旦嘴里破了一个洞,无论说话,吃东西,甚至吞口水,都会感觉不适,小小破洞,对生活可是大大影响。 嘴破时多吃B群,用盐水漱口,就可以更快痊愈吗?嘴破过几天就会自然好,应该不用看医生吧?来听听药师的专业解答。 嘴破的成因,大致可分为外在与内在两方面,马上荣药师表示,无论是受到撞击,被滚热饮时烫到,咀嚼食物时不小心咬到,或是被夹牙,牙齿矫正气刮到,皆属外伤的范畴。 另一方面,当免疫力低下时,病毒感染或是荷尔蒙失调而发生的嘴破,则属内在因素,这类的嘴破情形通常会比外在因素造成的嘴破更严重,范围更大。 预防嘴破,平日均衡摄取营养素,提升免疫力。 提到嘴破,一般认为多补充维生素A及维生素C,可以快快好,马上荣药师认为,经常性的嘴破和自身免疫力有很大的关联。 如果等到症状发生才补充维生素B,其实效果并不明显,建议每日适量补充B群,才能提升免疫力,相对降低嘴破的发生几率。 而维生素C,有帮助皮肤增生,修复的作用,含一片维他命C口含定,可加速患不痊愈。 平时也可使用营养价值高的水果来摄取维生素C,如巴勒、苹果、柿子等,有助预防嘴破。 然而,有些食物的特性较易使人上火,需适量摄取。 马上荣药师提醒,像是荔枝、芒果、榴莲等,在中医上属于让人火气大的水果,以及麻油鸡、羊肉炉这类滋补食物,建议体质燥热,经常嘴破的人尽量少吃,以降低嘴破发生几率。 适当使用口内膏与漏口水改善,症状严重需就医。 另外,方间也常听到用盐水漏口来治疗嘴破的偏方,马上荣药师指出,盐水虽能杀菌,对嘴破症状却无疗效,反而可能刺激伤口。 建议晚上睡前,在患布涂抹是量口内膏,即可在两三天内获得改善。 或是选用医疗等级,含有抗菌成分的漏口水漏口,也能确实帮助伤口复原。 依照嘴破的程度不同,需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。 因免疫力低下,内分泌问题而导致的嘴破,伤口直径通常只有几公里,可用上述的方式治疗。 但若面积达大,持续时间长,则可能是其他疾病的征兆。 马上荣药师补充,大面积的口腔溃疡是感染口腔念珠菌的症状之一,甚至可能是口腔癌的初期征兆,如果发生此情形,需尽速就医诊断。 嘴破高不定,痛起来真要命。 一旦嘴里破了一个洞,无论说话,吃东西,甚至吞口水,都会感觉不适,小小破洞,对生活可是大大影响。 嘴破10多吃壁群,用盐水漱口,就可以更快痊愈吗?嘴破过几天就会自然好,应该不用看医生吧?来听听药师的专业解答。 嘴破的成因,大致可分为外在与内在两方面,马上荣药师表示,无论是受到撞击,被滚热饮时烫到,咀嚼食物时不小心咬到,或是被夹牙,牙齿矫正器刮到,皆属外伤的范畴。 另一方面,当免疫力低下时,病毒感染或是荷尔蒙失调而发生的嘴破,则属内在因素,这类的嘴破情形通常会比外在因素造成的嘴破更严重,范围更大。 预防嘴破,平日均衡摄取营养素,提升免疫力。 提到嘴破,一般认为多补充维生素A及维生素C,可以快快好,马上荣药师认为,经常性的嘴破和自身免疫力有很大的关联。 如果等到症状发生才补充维生素B,其实效果并不明显,建议每日适量补充B群,才能提升免疫力,相对降低嘴破的发生几率。 而维生素C,有帮助皮肤增生,修复的作用,含一片维他命C口含定,可加速患不痊愈。 平时也可使用营养价值高的水果来摄取维生素C,如巴勒、苹果、柿子等,有助预防嘴破。 然而,有些食物的特性较易使人上火,需适量摄取。 马上荣药师提醒,像是荔枝、芒果、榴莲等,在中医上属于让人火气大的水果,以及麻油鸡、羊肉炉这类滋补食物,建议体质燥热,经常嘴破的人尽量少吃,以降低嘴破发生几率。 适当使用口内膏与漏口水改善,症状严重需就医。 另外,方间也常听到用盐水漏口来治疗嘴破的偏方,马上荣药师指出,盐水虽能杀菌,对嘴破症状却无疗效,反而可能刺激伤口。 建议晚上睡前,在患部涂抹是量口内膏,即可在两三天内获得改善。 或是选用医疗等级,含有抗菌成分的漏口水漏口,也能确实帮助伤口复原。 依照嘴破的程度不同,需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。 因免疫力低下,内分泌问题而导致的嘴破,伤口直径通常只有几公里,可用上述的方式治疗。 但若面积达大,持续时间长,则可能是其他疾病的征兆。 马上荣药师补充,大面积的口腔溃疡是感染口腔念珠菌的症状之一,甚至可能是口腔癌的初期征兆,如果发生此情形,需尽速就医诊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